但是你看齁 這個日子看到嗎 看過就好 2004年我看的時候 有很多人說我笑的耶 啊你如果上課剛才開始 沒人來講那笑的 那不是 啊現在呢 娘子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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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優冠的單位 一批一批把它放出來 現在 哇那些人都變成笑的 所以你有信心嗎 有 我跟妳講 就是我講的 要有堅定堅持的信心 領導人的第一要件 來 來看絕對機密檔案的 第15頁 第三篇 頭前妳怎麼去看 絕對機密檔案第三篇 依照國際法 鐵則 神聖國土是不可以被分割 自從1830年拿破仁時代以後 國際間已經形成共識 這是惡主野心國家 對其他國家領土有野心 但是以買賣或條約則不在此限 國際間 國際間早已行之有年 1895年 日本 依照馬關條約 取得台灣領土 管轄台灣 整頓台灣 逐漸變成世界第一流國家 終於挑起美日太平洋戰爭 雖然功敗垂成 至少已經完成按照國際法規定 將台灣正式納入其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可是台灣人無可奈何 這是台灣人無可奈何的事情 但是現在呢 我們只好尋求救台灣的方向 按照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的規定去打拼 去尋找台灣未來的活路 請你看我這裡 這段就是我們說的就是 我們的初期班上的兩個事情 第二是什麼 尋領不可以宜傳出款 第二是什麼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這兩點 這段呢 就是說 一百九五年 日本應該是日本天皇 按照馬關條約取得台灣領土 是日本天皇得到台灣的領土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號 美國國務卿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號 那當時 古今三父名條簽了還沒 還沒簽 九月八號簽了嘛 一九五一年八二號 美國國務卿自 美駐日本佔領軍的盟軍最高統帥 麥克阿瑟將軍顧問Celebrate的電文說 內容提及 當然 日本方面對於某些條款並不喜歡 主要的問題是領土方面 然而 當日本接受投降條件時 即已經接受這些領土條款 唯獨琉球和小麗圓群島 不在實際論的範圍內 而磁武島如果真的是不屬於千島列島之一部分 則日本不需要放棄磁武島 現實情況是 1879年3月11 琉球經日本政府公布琉球處分 1945年4月1號 日本經日本政府公布憲法實施 雙雙先後被日本政府依照國際法編入 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是事實 也是後來就進入和平條約 無法將台灣處分給任何國家的理由 美國征服者也只不過是 暫時管理跟暫時占領而已 美軍在1945年4月1號發動琉球攻擊 當天正是日本憲法實施台灣的日子 距離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日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個半月 但是在國際法上 台灣已經是日本神聖的領土 是不可能被否認的事實 琉球群島被編入日本國土 當時已經達66年 或許是時間長短的問題 世人誤會台灣仍然是日本的殖民地 就法理層面的觀點而言 哪怕只有一天 台灣領土被日本依法編入日本領土 台灣法理地位就已經成為日本已合併 或已編入領土 這種法理上 剛才說的這些話都是法理上 就是說台灣已經是日本天皇土地 這絕對沒有辦法把它推翻 琉球與台灣都是日本內地延伸的一部分 然而由於接受中國封建思想的餘毒 中國國民黨不願以正確的歷史觀告訴本土台灣人 台灣地位的問題的原點原本就是國際戰爭法下的問題 不幸的是 國際社會被中國誤導 將台灣比喻如同波多尼克 關島等之於美國 視為類似殖民地或者屬地性質的 為合併領土或為編入的領土 以為台灣是可以被日本放棄的領土 這是決然的錯誤的觀點 也不是一個屬實 這是我們剛開始的這個論順 剛開始我們有被誤導 那當時就是說 台灣又是日本的殖民地 但後來又研究才知道 阿海啦 一九四五年四月初一 日本天皇在台灣實施這個憲法 這個世道人開始整個態度完全轉變 變成是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已經也不是一個殖民地 一九五一年八月六號 美國條約負責人杜勒斯 答覆威斯康辛的那個 華盛頓的參議員 那個Villy的信中提及 就件和平條約第二條 並非來自於法源或是肯定 亞爾達協議 即使亞爾達協議無效 第二條仍然會成立 因為其反映了1945年7月26日 美國 英國 中國 所據於發表日本所接受的 投降的條件的波子蘭公告 其為公告已達成的協議 而盟軍最高統算已經基於此而運作六年 該公告第八條規定 日本主權當被憲政於九州四國 本州跟北海道 以及一些同盟國所決定的小島 條約確定了這一條 然而由於日本所放棄領土的歸屬 則留待於按照國際程序來決定 美國在這一方面不分擔條約的承諾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跟今天對台灣 弱吉與弱利 還是我們因為福格才能夠 2006年我們控告美國以後 才把這個歷史的謎題完全打開 所以我們參加台灣民政府將來 擔當的人每個都一樣 在這個歷史裡面都會有我們的位置 如果這個欺負四千人的名字在上面 哇 你一定會覺得很驕傲 這是流傳給我們的所有的後代 啊你開心嗎 有 所以 所以你現在比較辛苦 在這裡想 不要再抱怨 怎麼說 你沒有多念一點 多學一點 你將來買人坐笑話 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所以有時候我們想說 好像是 女兒子要嫁人 嫁人 那個新的家庭 做老婆的都跟他說 你沒有賣主菜 你後面是要去人家吃飯 一樣啊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同樣的女兒也是一樣啊 我們如果不打 法理都不打 都不知道說 說 一天一天 現在我們會發生很多的錯誤呢 所以坦白講 美國不願意 給我們 很快的速度 交給我們 原因也是一個這個地方 所以 這個關係時 有很多團體 團體說 美國跟我們有接觸 美國跟我們聯絡 我告訴你 都不用收拼 絕對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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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呢 我們這個民政府 我們如果做什麼 外面的人就在幫你 賀 我們 新聞證 大家都賀印新聞證 還給你抗給三百塊 抗抗到一百塊 但這種的 我們都賣差別了 我們現在 旅行證件要發 他就給你先發一個護照 就亂說沒錢嘛 主權 非主權獨立的國家 能夠發護照嗎 不可以 一定要發什麼 旅行證件 這麼簡單 就都不發了 這種的美國會跟他聯絡 不會啦 你們在團路 所以我說 你們要堅強 堅定的信心跟信念 這是我講的 我們臺灣民政府 成功在望 我也要要要求 各位 雖然要成功 像我講的領導人 頭腦要 比較軟的 要垂下來 在別人的面前 不要指高氣氧 很不好 隨時隨地檢討自己 再來 其他將由日本放棄的領土 在戰爭發生以前 並沒有提供給日本過剩人口移民之處 當日本在戰前 有權自由移民至朝鮮滿洲及臺灣 日本曾經移民 這些地方的人數 總計達 一百多萬 臺灣是一個資源豐富 氣候良好的島嶼 曾經為日本的 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的移民大約才三十五萬 那根據紀錄是 一百四十萬 日本建牌以後 差不多四十萬人 四十萬人回去 特別說這四十萬人 教徒力來說 隱民回去 因為大臺灣就是他 以前是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他為什麼要走 所以這段時間 不要只想 像日本人 用那些 叫做鐵可以成功 拿一千塊 叫人回去 這是沒道理的 這後來不知道 這個社會不知道要怎麼算 我覺得 我想說 美國他也有煩惱 如果我們要健全 我來幫他教 美國真的被刺 我告訴你 所以我覺得 他會拖 要盡量拖 所以很多這種事情 盡量都不要說 但是我告訴他 我在這裡上課 美國是全程監看 二十四小時監看 只要我上課 不是只有我而已 我們所有的工廠在這裡上課 美國都給你看 那禮拜天 阿波上 上課而已 晚上三點半 美國電就來 你們說什麼 我插一張 坦白說 那天我去忙 我自己也沒辦法 所以 我就趕快講 好 就要我 有卡電話 問董事長 承認 那我就跟他講 我們要處分 所以我們 我們將這個 當時犯的錯的 童心 我們就把它調子 他就承認說錯誤 所以我們就把它調子 調到其他的單位 你別問了 跟這裡就好了 再來 由以上杜勒斯的信 大致上可以得到六個結論 第一 就既然和平條約第二條 就是放棄條款 是依據 排除開羅宣言的 波斯坦宣言第八條 也是無視 這個開羅宣言的那種要求啊 重點在於要求日本主權 只有能夠在九州四國 本州 北海道 以及一些小島嶼 和開羅宣言及雅爾 和這個開羅宣言及雅爾 雅爾達協議的效率無關 你為這個 我們裡面所看的 從這個秘密檔案裡面 我們就知道說 當時你簽這個 就這樣和平條約 是怎麼簽的 當時美國怎麼想 世界這些國家是怎麼想 所以你現在拿到這本 我跟你說 這絕對台灣沒有第二本 你有的 你不要隨便丟掉 我跟你說 你還要去把我們的頭前拿 對不起沒有 一個人只有一本 所以希望這本呢 你能夠好好的保存 而且把它唸清楚 第二點盟軍最高統帥 麥克阿瑟將軍 是依照波茲坦公告 將日本主權限制在公告範圍內的 內蕩行為 同時 同時運作對日本其他領土的佔領 包括台灣跟澎湖群島 因此在對日和平條約生效前 並沒有任何日本領土 自日本移轉出去 第三點在和平條約定定的時候 美國所在意的重點是 是日本主權範圍應該限制 而對於日本所放棄領土的歸屬 美國不做任何承諾 因此可以推之 美國對台灣處分立場 只要要求日本政府放棄 而然而不依照開羅宣言協議 將中國移轉給 將台灣移轉給中國 至於台灣歸屬 則應該包括國際法 戰爭法 代理法 萬國公法 聯合國憲章和 等國際程序 已決定台灣前途 所謂的這幾點是 我從所踏的那些機密檔案 分析之後 所謂的結論 第四點 針對琉球領土戰後的處分 如果依據破證人公告 日本主權並不可能急於琉球 然而依照萬國公法規定 琉球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任何條款條約或者協議 包括公告或宣言 都不能抵觸萬國公法 在這個前提下 1951年2月 日本政府吉田茂 分別向訪問日本的杜勒斯 和駐日大使提出 日本不應該放棄劉球主權的要求 這是完全合乎法理的 當然這個裡面 我們不知道說 那時候杜勒斯有 跟這個吉田茂 我們不知道 跟杜勒斯要求說 台灣要收費 事情會記得 我們有很多人知道 日本人要離開台灣 他們那時候有跟我們台灣人說 說五十年後我們要回來 我相信我們的家長 有很多都站在這幾個月 所以有這幾個月 所以杜勒斯和吉田茂 在討論的時候 有沒有談到這一點 那這個秘密檔案 到今天我沒有看到 但是我相信時間再拉長一點 我應該會看得到這個秘密檔案 第五點 杜勒斯不將劉球處分放置在第二條 而另外創造所謂的殘留主權 而開闢第三條來處分劉球 將日本對琉球主權權利 依據托管制度而給予 suspend 的懸置 也沒有命令琉球 自日本領土移轉出去 換句來講 波特蘭公告已經從原先的 限制日本主權範圍 但受到萬國公法約束 而演變為限制日本主權權利 也就是說只要日本不能在其本土市條 及附屬島嶼以外的領土行使主權權利 波特蘭公告算是已經發揮了效能 你看這個你就知道說杜勒斯 在領那條做這個和平條的 他的功利真的很好 我相信這個 請杜勒斯這種法律的功利 實在說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要去研究說 他在想什麼 他怎麼這樣做 因為他們說 現在還是有很多的機密檔案沒有公開 沒有關係 包括台灣關係法 美國跟他討論 台灣關係法 有人看到正本沒有 沒有 聽說只有在兩個地方 一個在尼克森的那個館裡面 另外一個國會 這兩個很趣 你如果要去看的時候 他要寫一個標題 你可以看不能照相 也不能紀錄 變成怎樣 你去的時候要用背 你一次看一行 出來記一次 今天沒有人 我怎麼看就全貌 很奇怪 只不過美國有關 有跟他說 台灣關係法 裡面就是說 萬一如果中國 對台灣有行動的時候 美國的軍隊 不用經過總統許可 直接可以反擊 你不滿意喔 現在呢 美國也覺得說 他現在 因為反擊 離開台灣太方 乾脆讓日本同貴集體自衛權 讓日本直接來反擊就好了 如果日本要直接反擊 和什麼人 趕快來趕快 不難 什麼人性反的呢 不難 所以 台灣民政策 跟日本人 不是平起平坐 我們先坐 他在坐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才比較有志氣 你如果要做老大哥 也要老大哥的樣子 對不對 你頭一樣要低一點 你 因為你要很好的學問 你才害他得到 啊 不然時間呢 他說 你要做老大哥 你都不用擔心 不行 我們要充實自己 我們 記住 那些十個要件 要提攜我們的後代 齁 我們這台呢 今天我們大家 可以讀到 台灣民政策的這個論述啊 他不是說啊 上天給你的恩事啦 你 你在台灣這麼久 你教育做那麼久 都是國民黨那些騙的 歷史 你不要特地有法理 雖然現在 還有很多人 不願意相信 但是我告訴你 這些人 早晚 都會相信 因為美軍已經大量 進來台灣 現在四個 你都可以看得到 美軍的行蹤 來過來 第六點 朝鮮原來是 日本的殖民地 滿洲原來是 日本的佔領地 台灣與琉球 原來都只是 原來都是日本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依照 究竟然和平條約第三條 只是懸置其 對琉球的主權權利 將琉球 托管給聯合國以後 托管給美國 因此 日本得以自1972年5月15日 經由美日協商的 協商 恢復了對琉球 行使主權權利 而日本政府 依照第二條第二項 只是放棄了 其對台灣的主權權利 就是管轄權 因此 在可以預計的將來 台灣將得以解放 流亡中國 中國政權 將會離開 以前美國就說 要讓中華美國離開台灣 這以前他們就說了 不是我說的 美國也會放手 讓台灣成為 日本的完全自治區 也就是讓本土台灣人 先一步達成 這個步寫錯了 先一步的 腳步的步 達成自治 自治 的目標 進而完成正常化的使命 美國一個 卓數一個 發表說 這自治喔 好多的團體 都說美國在支持他們 我是覺得很好笑 他不是說 我們要撐得住氣 不要太得意 一步一步 向頭前走 來 第七點 杜勒斯確實將台灣誤解 誤解為日本殖民地 然而依照杜勒們所說的 讓國際程序解決台灣問題 法理上為日本國土的台灣 在波子等宣言以及萬國公法 雙效應應加持的時候 杜勒斯或許是誤打誤撞 將台灣安排成為 成心中的首選 也就是成為日本的 完全自治區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 完全的自治區 所以台灣不會有憲法 會有什麼 基本法 那大家都是按照法理來 所以有的人不知道 後來有人來問說 奇怪你怎麼有這個台灣基本法 你就跟他說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 不是他的民地 但是是日本的一個自治區 自治區有一點類似於香港 對中國的味道 現在他們在那裡香港 所以 這個中國 為什麼這個一國兩制 現在要它促銷 因為 他已經知道說台灣他拿不回去 拿不回來 拿不回來 他就對 香港 開始 控制 開始 嚴管 一國兩制取消 一國一制 因為 台灣拿不回來 本來是用一個異國兩制 讓你才會看台灣人看 跟你騙了 現在沒辦法騙了 美軍都在賣了 是不是在6月9號 他鄉聯合國 陳遞一個文件 說 美國軍事武裝 佔領台灣 侵佔台灣 侵佔台灣 沒有錯 侵略台灣 都一樣意思 但是聯合國怎麼 連收都不收 退回去 因為什麼 因為美國 國務院別說 台灣的問題 聯合國管不上 聯合國成立以後 台灣問題是 成立以前的問題 所以聯合國在法理上 不能去管 這很清楚 我今天上課要上到這個地方 現在開始 你怎麼讀這本 明天上午 最後一堂課 我就考這一本 明天早上 第一堂課 潘議長的課 就要看議事規則 跟議事的章程 大家都要知道 那個議事規則 因為那些參眾議會 有點不太一樣 之後呢 開始想的一個 國會預算跟審計 那個部門 我們就是會在 明天的 明天 明天的中午 是考那個議會 明天晚上 就是會來 到後天了 後天晚上 我們會考 國會 那個 審議 Benson 預算的Benson 跟制度 所以呢 當然 我沒辦法祝你說 愉快 因為這兩天 一定會很認真 但希望說你這四人 這三天最初打拼 這樣好不好 好 多謝各位 謝謝